原标题张雨起人设崩塌 张雨起回应人设说 怎么会是张雨起人设崩塌 张雨起回应人设说 怎么会是张雨起在大众的心中一直是很刚的人 而且被不少的网友称为社会我细节 然而近日因和老公离婚又复合 就引起了网友的争议 不少网友认为张雨起的人设崩塌了 对此张雨起回应称 自己并没有人设张雨起在大众的心中一直是很刚的人 而且被不少的网友称为社会我细节 然而近日因和老公离婚又复合 就引起了网友的争议 不少网友认为张雨起的人设崩塌了 对此张雨起回应称 自己并没有人设从对不听话的老公大打出手 倒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再道路 对于明洪再到近日答应前夫的追求 这样一些烈的事情 总让人觉得张雨起这个人物 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 但是难免会有些网友认为她的人设崩塌了 网上铺天盖地的文章 就是在讲述张雨起人设崩塌的整个过程 从宣布离婚开始给人那个很刚很倔强的女性形象到复婚 比离婚还快的过程 原来树立的刚的人设似乎真的崩塌了一时间 网友们会觉得这两个人在炒作 张雨起刚刚设定了人 设那么快就被自己毁了 对于张雨起和前夫打架 离婚又复合了事情 很多网友赞其敢爱敢恨个性突出是新时代女性 也有网友表示 对此人设表示 并不赞同11月30日凌晨 张雨起发容回应人设一说 从来都不当 并且骨子里很温柔 人一辈子要努力上进要自由洒脱 要对人真诚热情 要活得有温度 请问人设是什么 那是给冰冷的机器人的 根本不是人 那玩意什么都能解决 但解决不了爱情 从来都不刚 骨子里很温柔 张雨起在回应人设说一事时表示 自己其实一点都不刚 而且骨子里是个很温柔的人 并还称人设并不能被放在人身上 最后还表示 那玩意解决不了爱情 其实张雨起因为敢爱敢恨的性格 被很多网友定义为新时代女性 其实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 也有网友认为 张雨起这样的性格虽然好 但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今年9月26日到时候 网上就有传言 说是张雨起拿刀砍了她的老公袁巴元 原因是 他们发生了争执 好像是他们现在所住的房子 被张雨起的母亲发现是租来的 而在婚前袁巴元跟张雨起说过房子是买的 对于张雨起拿刀砍老公这件事情 很多网友都认为十分霸气 然后在27日张雨起和袁巴元就宣布协议离婚 28日的时候张雨起工作室发布声明 称婚姻的结束是两人共同商议的结果过程中 双方均有责任 如此果断英勇的张雨起 被网友称作新时代女性 不过就在经纪人宣布 两人已经协议离婚之后 张雨起和袁巴元 却多次被网友们拍到同矿照 不但玩手逛街 还一起为双胞胎庆祝周岁生日 网友们猜测 他们或以秘密复合而张雨起之后的回应 似乎也验证了两人已经复合的传闻 此前9月份的时候 有不少女性被家暴的新闻 还有明明身在家暴中 却无法离婚的事情 大家对女性受伤害非常敏感 现在看见张雨起敢恨敢爱的马上离婚 缓反过来家暴男方就觉得太出气了 当时好多人是支持他的 一边骂男方果然渣男一边社会 我张姐叫起来认为 他就是新时代的女性代言人 那些为他痛快离婚骨的长 叫得好 点得赞 都还没被遗忘呢 结果 人家这就复合了 前后不到两个月 那时媒体对他的夸奖是 敢爱敢恨敢婚 爱的就假 就一种非常积极的 没有因为二婚就犹豫之类的 了